大陆外交部长王毅三号出席在北京清华大学举办的世界和平论坛 离开会场前被问到中美关系 王毅抬头笑了几声针对要和美国互动问题表示 大陆主要还是会先做好自己的事 不过时间往前拉一点 王毅在活动上的发言则是因为台湾问题向美方开呛 美中近来杠上的还有美国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 因为文中写道大陆印度两国在边境增兵 还架设许多先进设备军事部署达到数十年来最大规模 但这样的说法让大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文痛批 美国最想做的事就是挑动中印对立 看到两国彼此消耗 美国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针对还有其他欧美媒体也提出印度增兵五万 总体军力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四十的说法 大陆外交部日前也特别回应 任何发言都应该要有利大陆和印度局势缓和降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